欢迎收听中广论坛 我是王玉敏 那今天是礼拜四 我们中广论坛要谈什么呢 我想今天这个 白天的时候呢 行政院就是拍了一张毕业照 这个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是一个 各家媒体都有报道 那这个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那这个比较不开心的可能就是 拍完毕业照就真的毕业了 那比较开心的是 即使拍完毕业照 这是象征性的 拍完毕业照呢 还是继续担任他的部长 担任阁员 那如果表现得好 未来这四年 可能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当然今天的中广论坛 我们就来聊一聊 因为下个礼拜就是520了 那下礼拜三520之前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 那到底520之前 这个内阁的阁员 会做出什么样的更动 谁会流 谁会走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会去讨论的 那现在已经宣布的 这个行政院院长 是由苏贞昌来担任 这个是蔡英文总统 他之前也跟苏贞昌开了一个记者会 时间不长 两个人肢体互动也不多 但是呢 这个嘴巴上面去互相称赞对方的 这个很多词都用上了 这个蔡英文称苏贞昌是护国院长 这个大概以前他们两个人很有心结 关系不好 但是在这场记者会我们可以看到 互相都是赞美对方 那苏贞昌院长更是赞美蔡英文总统说 这次防疫有功还登上了这个国际的 这个杂志 他说蔡英文总统的照片 放在最中间 最大张也最漂亮 这个连最漂亮都说出口了 这个可见 他们两位现在 有这个互相的需求 因为苏贞昌的确 从蔡英文最低迷的时候 接了行政院院长 那他也稳住了这一个角色 目前内阁的这个评价跟成绩 都还不错 那所以蔡英文想要延续这样的气势 所以他大概就让苏贞昌再继续做做看 那如果苏贞昌再做下去 如果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成绩 那也难保未来这个不会被换掉 因为过去这个行政院院长 都是来来去去 那每一任总统 他任内的行政院长 其实都很多 那平均任期都不会超过两年了 那苏贞昌现在大概是 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这个外界也在看 这个未来苏贞昌 这个隔魁的位置 到底还可以做多久 那就看他自己的表现 他是不是真的都可以以蔡英文为主 然后这个尊重蔡英文的决定 那所以这个既然院长的人士 是已经底定 接下来大家就猜说 那底下的阁员 到底谁会留下来 然后谁会走 那今天翻牌 这个宣布的 这个内阁的名单当中呢 人士是做了一些的微调 就目前知道要走的人呢 有谁 那就是有这个国发会的主委 陈美玲 那还有科技 这个部长陈良基 还有文化部部长 郑立军 那这当中 其实这几个人士呢 大家会觉得比较 压抑的可能是 郑立军的这个角色 为什么 因为郑立军担任文化部部长以来呢 文化界对他的风评是好的 那他自己也展现了 他对于文化工作的热忱 所以外界就有点看不透说 一个表现不错的部长 对这个工作看起来是有热忱的 那怎么会 这个在 没有再继续在这一个部长的角色上面 那外界不免好奇 那当然这个文化部部长郑立军 自己给外界的说法是 他要去当家长 就是他觉得 孩子刚好现在在成长的阶段 他想要多陪陪孩子 那其实大家 这个看政治界里面 就是各个政治人物的说法 表面上的说法 那是一种说法 但实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很多就是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 那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郑立军 现在外界给他一个 传出来的说法都说 他是要去参选未来的台北市市长 所以呢 要卸任以后专心做准备 但是呢 他很罕见 他今天下午是主动接受媒体的访问 就是跟媒体谈话 媒体问到这一点 他说没有 他没有 他不是因为要参选台北市市长 而离开这个职务 他给外界的理由是为了家庭 是为了小孩 那其实大家一般听到政治人物这些说法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去猜 就是说这样的理由到底成不成立 因为有小孩为家庭这件事情 可能一直都存在 那如果之前他可以在这个工作 在家庭跟工作之间 可能取得某种的平衡 而且工作上也有不错的表现 那为什么突然会因为孩子跟家庭的理由 他要离开 那大家都知道 包括一般人 这个你在公司可能不想做了 可能是不喜欢这个主管 或者是这个工作你不想做下去了呢 都是说个人生涯规划 四个字 然后其实就离开 但那是不是真正的理由不是 可能你当中是不满意你主管的某些的决策 做法 你跟他其实已经有一些的冲突 那个冲突还没有大爆发 但你自己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有的人会是因为这样离职 有的人是因为跟同事处不好 那这个就是可能被排挤 或者是他觉得在这边每天上班都觉得好烦 他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工作岗位 但是这一些理由 可能不是台面上可以搬的上来说的理由 所以就会用了一个名词 可能是健康因素 可能是个人生涯规划 然后就离开了这一个位置 那今天我看到媒体上面呢 也有人把这些隔远的名单列出来说 谁离开你可能觉得是最惋惜 那果真这个郑立军他得到的票数最多 大家就会有点压抑说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部长的职务做下来 那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或者是说这个苏贞昌院长心里明白 因为一般呢 如果其实你面对是一个 他可能真的能力很强 你也非常喜欢的一个部署的话 当他提出辞呈的时候 会胃流 而且会再三的胃流 可能强力的胃流 可能会做出这些的动作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 可能你也觉得他的表现 或者是你跟他可能没有处得来 或者他表现可能没有达到你的期待 那当遇到这样的辞呈就很快就劈了 可能也没有胃流 然后其实就离开了 那不知道真实的状况是哪一种 但是今天可能文化部部长告诉大家说 不是为了参选台北市市长 之前放出来的消息都说 他是为了参选台北市市长在做准备 但是被他否认掉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究竟真正离职的理由是什么 不想续任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只有他心里明白 但是如果从比较政治角度来看的话 那会不会是可能跟苏珍昌院长 在合作默契上 是不是有没有那么的足够 或是苏珍昌院长有没有真的授权他 还是说苏珍昌院长认为还有更好的人选 可以来担任文化部部长这个角色呢 这个不知道 因为郑立军要提出辞职 离开他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其实就是在苏珍昌院长 要担任院长的时候 他其实就曾经抛出 那那时候也没有选台北市市长 他就说他要辞职 那这个外人不得而知 那现在是眼看着苏珍昌院长 又是连任这个院长 那情况不会有改变 那我不知道两个人的合作默契 到底好不好这样子 那这个是郑立军的部分 大家会觉得有点惋惜 他既然对文化工作有这么多的热忱 事实上政务官这个角色 有资源 可以做政策 可以做决策 那是最好发挥的舞台 那他突然说是因为家庭的因素而离开 外界就觉得有点惋惜 也觉得真正的理由 好像跟台面上的理由 这是不是可以搭得上 大家都还在猜 那另外一位呢要离开的呢 是国发会的主委陈美玲 那感觉陈美玲呢 好像是不在自己意料当中 自己必须离开这个角色 就是今天也有媒体传出一个照片 就是他跟苏院长的关系 就在这边做文章 然后他就是有点 好像脸部的表情 不是很满意这个苏珍昌院长 就是被拍下来的这样子 不晓得是大家看图 说故事还是怎样 但是从他个人的脸书之后发表的 你也可以看得出一点 蛛丝马迹 就是他是今天才被告知 就是他要离开国发会主委的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他从他的脸书当中 他虽然讲了非常多的感谢 但是我也觉得他可能有很多的错愕 因为他当中交代了非常多 他在国发会主委做了哪些的事情 就是全部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意思就是说 他其实有善进来做这个国发会主委的这个角色 那但是个人的感觉跟长官的感受 我想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说其他部会对他的评价到底是什么 那果真今天又别的这个媒体就传出来说 他好像在陈美玲在里面是被排挤的 就是其他部会 大家在防疫都有一些工作 但是国发会就作为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智库智囊的角色呢 在这次的整个纾困振兴方案当中 竟然是没有角色 那是不是他表现的太被动 还是是他被排挤 没有充分去发挥一个国发会主委的角色 那这个也是 今天传出他要 他没有续任 那很显然是苏丹昌不用他了 这个比较尴尬一点 郑立军是说他自己要离开 那陈美玲是被告知 你必须离开 这不太一样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这个侧面的消息就是说 他其实在这个团队没有很融入 他其实是有点被边缘化 然后又特别提到说 他其实是赖清德的人嘛 然后这个不只是他有这样的一个遭遇 大家也说这个赖清德 最近大家是不是好久不见 就是好像没有看到 这个赖清德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防疫这个过程呢 我们看到各部会首长都有一些的角色 那陈建仁副总统 他其实也会适时的在他的脸书 或者是接受媒体的专访 去呈现 他其实是公卫这方面的专家 这样的角色 那照道理来讲 赖清德是这个副总统 那他其实是被位的元首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公卫方面的专家 那他应该也可以适时有一些的角色出来 但是就有媒体评论说看起来 赖清德有一点点被边缘化 所以就是没有在媒体上面 大家会觉得是好久不见 那大家又再去猜测说 那这个总统跟副总统的关系 在初选的时候就是闹很凶 那现在呢就是为了赢得大选 就是配在一起也是正副元首 但是呢现在选完了之后 那这个彼此的关系 是不是还是相近如兵 就是是很有距离的 然后赖清德现在感觉 好像也有点使不上力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大家来做文章 那大家想说赖清德 现在副总统即将上任的副总统角色 有点被边缘化 那连带他的爱将陈美玲 好像在这一次也一并的在那个该组当中 他也必须下来 因为陈美玲是赖清德任命的国发会的主委 那他当时跟着他是在这个台南市政府 是担任他的秘书长 所以两个人是非常的有工作默契的 那现在呢这个苏贞昌就是觉得他不失任 然后要把他就是请他离开 那这个未来接任的人会是谁 大家其实现在也在猜 那现在其实传出来最新的 即将要接国发会主委的这个人叫龚明星 那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对他不会很陌生 因为他号称叫纾困的陈时中 不过这个纾困的陈时中 跟真正的陈时中比起来 大家会觉得好像差很大 差很远 这个陈时中的形象 或者是所建立起来现在大家对他的信任感 这个是非常牢固的 所以大家就阿中阿中 阿中部长这个就叫起来也很亲切 那他在防疫上面 的确到目前为止 我们整体从政府到人民 充分的配合在防疫的这一块 其实是真的做得不错 那我们也已经连续32天是零确诊 可能应该很快 就是台湾如果持续这样的状况 那台湾应该这个很多的经济活动 大概就应该要开始来讨论这个振兴该怎么走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大家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所谓的纾困的陈时中 防疫陈时中做得很好 纾困陈时中狗明星做得好吗 今天有一个民调就打脸了 就认为这个纾困的成绩不及格 才几分 57分 这个小朋友如果拿到57分的分数 这个就很担心了 回家会不会爸爸妈妈要念很久 这样子 那所以57分是一个不及格的分数 在纾困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情况 乱 除了乱之外还是乱 另外就是慢 就是说它其实非常的缓慢 现在真正有领到纾困金的 特别是之前5月4号 苏贞昌院长 这个风风光光开了一个记者会说 要照顾18万 这个目前还没有加入任何保险的人 但是到目前为止 请问通过多少件呢 就是这个政策到目前为止 其实被抱怨的还是非常多 那今天也传出来 有一些纾困的乱象 就是说有的名下可能是千万的财产 然后也来申请这个纾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纾困做的并不好的情况底下 龚明星看起来算是被拔捉 就是如果他接了这个国发会的主委 这是升官 那那个逻辑可能大家就看不懂 就是说这个郑力军算是表现很好的 这个文化部部长就要离开 那做不下去 那这个龚明星在纾困没有做得很好 他被升官 那我想这个陈美玲看在心里 应该也会觉得是有一些不平衡 就是说龚明星真的可以做得比他好吗 为什么要逼他从这个位置上面离开 那这个龚明星自己如果要接这个位置 他遇到更大的挑战是 台湾未来就是经济的问题 那这个现在世界各国面临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非常辛苦 一方面防疫减少感染 然后减少死亡 然后可以控制得住 这个很重要 那也因为为了防疫 所以限制了很多这个群聚的活动 或经济的活动 那现在台湾面临到的是 我们的防疫的确有成效 我们现在也要转向 在经济上面怎么样来振兴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如果之前纾困没有做好 那振兴可以做得好吗 更何况当时这个coupon券的构想 这个龚明星他之前在经济部里面 那这个是不是他的想法 那coupon券在过去的民调里面都不到一% 民众的支持度非常低的 今天同时也有个民调就是 87%的民众希望的是发现金 或者是消费券 这个是民意呈现的非常清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经济部提出一个 让民众觉得很有感的振兴方案出来 那这个代表说经济部门在这一块事情 口罩做了很多 生产线加开 这个部分是他们很拼命在做的 那台湾不能靠口罩 就是称我们的经济 口罩是做来防疫用的 那经济部有一个更重要 不是做口罩 经济部更重要的是 你必须振兴台湾的经济 特别是现在全球经济 都这么严峻的情况底下 各国估算下来衰退都是七%八% 那台湾可以好到哪里去呢 当世界各国都不好 台湾是以出口导向的国家 我们又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现在的这个振兴 应该是蔡政府要超前部署的 也应该要在这个部分做得更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行政院长 他不是财经背景 我们的副院长也不是财经背景 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财经内阁 来领航未来我们要面临的 这个重大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变化 那这样子执行下去 有没有办法就是稳住台湾的经济 这部分会让大家很担心 是不是这个林权 可能这个时候可以回国 因为林权 其实他是第一任的这个行政院院长 那他当时被很多政治的 议题所困扰 他离开了这个职务 但是论财经来讲 民进党的人才真的很缺 那林权可能是相对在财经上面 比较有概念 而且是比较有想法的人 所以目前的这个苏贞昌 是不是可以持续多久 那在经济方面 如果不是他的专长 他没有办法领导 那副院长现在是陈其迈 他也不是经济专长 也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意见 那只靠龚明星可以吗 龚明星在纾困的时候 做的并不好 那他有办法撑住 这一个未来台湾面临 全世界这个经济的变局 然后台湾怎么样 在经济方面提出有效的方案 然后振衰起闭 这个部分不免就是会让外界 打上一个问号 而这个也是未来龚明星 他这个纾困陈时中做不成 那振兴的陈时中 如果以这个国发会的角色 他是要扮演这个经济 就是整个往前冲的火车头 那他做得来吗 这个是今天在这个 内阁的人事异动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要离开的这个郑立军 文化解决得有点不舍 那纾困的陈时中 龚明星 大家觉得他单日国发会主委 好像又有点不放心 担心他能力不足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再回来 轻松掌握一天大小事 让你成为话题王 还不赶快加入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和庭欢 4月6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11点07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让人生得意 施敬欢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但困境让你我的心更靠近 中广新闻网关心您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王玉敏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今天要谈的主题 就是今天我们行政院内阁 他们拍了一张毕业照 这张毕业照对有些人来讲 真的就是毕业照 就是离开了 包括郑立军文化部部长 陈良基的科技部部长 还有我们刚提到的陈美玲国发会的主委 那我们刚刚讨论的是离开的这一些内阁成员 那留下来的人 有没有一些的问题 可能需要去探讨呢 留下来的人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 当然他最后拍板 整个内阁人士在520之前 会不会再做更动 不知道 但是至少目前没有离开的 其中有两个人呢 我觉得是很有问题 其中有一个人应该要离开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那就是我们的内政部部长 徐国勇 跟警政署署长陈嘉青 如果这个听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 之前呢 这个大家在忙防疫 忙纾困的时候呢 行政院爆发出这个 徐国勇部长 移送了警政署署长陈嘉青 理由是他伪造文书 就是去寒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那这件事情当时非常的轰动 为什么轰动 因为这个过去好像没有发生过 内政部部长 移送警政署署长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在这个苏内阁是发生了 所以当时这个苏贞昌也是震怒 就觉得为什么现在在防疫期间 还添乱 那这件事情呢 我为什么说 这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 因为这件事情 当一个内政部部长 去移送警政署署长 而且他说是有所本 就是经过政风处 那这非同小可 这表示说他们掌握了非常多的时政跟市政 这个警政署署长陈嘉青是有问题的 那但是很吊诡的是 内政部部长这个移送的动作到了北检之后 竟然以这个资料不齐全为由 被退回了 这当中到底有没有政治力的运作 照道理来讲 内政部的政风处应该没这么瞎吧 就是说是内政部政风处收集完资料 然后部长核准 然后去移送了警政署署长 结果变成这个被北检打脸打回票 就说这个案子目前构成要件还不足 这样子就是资料不齐全 然后到目前为止 这个案子好像就要不了了之了 就是没有人在讨论这个案子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被讨论 因为事实总有一个真相 今天要么就是陈嘉青 他的做法里面的确已经涉及了违法 所以内政部部长徐国勇才要移送他 而且是出动了政风处 来这个移送他 记得当时这个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内政部他还发表了七点的声明 那这个七点的声明里面呢 其实呢 只指的就是说 这个政风可以依法进行移送 然后呢 这个就是让法务部连政署及监察院调查 这个动作其实是很大 那他其实是要告诉外界说 他没有内斗 他只是依法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但是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如果是事实 苏贞昌院长为什么要震怒 北剑很罕见的 他就把这个案子也退回来了 那这当中呢 这个陈嘉青又说 他自己其实是问心无愧 就是经得起检验 那如果陈嘉青是经得起检验 问心无愧 那就是徐国勇照进 想要政治追杀了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人有理 我都说过 这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就必须要离开 不可能事情闹这么大 而两个人在现在520之后 一个还继续当内政部部长 一个继续当警政署署长 因为内政部部长跟警政署署长 他们其实是有这个隶属的关系的 警政署现在还是挂在内政部底下 那所以当部长跟署长 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他们将来要怎么合作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件事情 当一个部长以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司法的动作 去移送这个警政署署长的时候 两个人没有心结吗 这个从人性的角度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而不只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好不好 就是社会大众也要知道一个真相啊 苏政昌院长 你现在是续任格魁 你也有责任告诉外界 你底下的部会的格员 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到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应该要交代吧 而不是说时间过了 好像大家当做事情没发生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也希望这个行政院院长呢 他应该要对外界有所交代 就是到时候你公布的名单 如果两个都留任 这是有问题的 那你就必须清楚去交代 当时到底是谁错了 到底是谁做错了 那如果是徐国勇做错了 他就应该离开部长的职位啊 那现在大家就传出来说 因为徐国勇部长 是蔡英文总统的爱将 就是他跟这个蔡英文总统很好 那陈嘉青呢 他是陈局系统的 过去在高雄市政府 大家当时也觉得 他升官的速度太快了 那这当中如果再涉及到 可能有各自的爱将 然后派系的角力 然后最终是一个派系 互相之间妥协的结果 请问听众朋友可以接受吗 台湾人民可以接受吗 我们希望这个现在民进党执政 你用人为财 而不是你的人事 是因为派系的妥协 最后阐出的结果 这不是人民之福 我刚刚讲过了 这两个人就是关系已经是破裂了 关系破裂的情况底下 如果各自还要在原来的职务上面 他们以后开会 要怎么样齐心去共同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不是小问题哦 那这个大家也应该持续来关注 就是等到苏贞昌院长 他正式拍板定案的 他所有的那个人事当中 徐国勇跟陈嘉青 他们两位其中到底会不会有一个人 调离现在的职务 还是两个人都留在现任的职务 如果之前徐国勇 依伪造文书罪 含送这个陈嘉青 这个署长的话 那这两个人 真的其中一个一定有问题 然后不是陈嘉青 他这个可能事实上 他的确违反了政风的相关规定 那就是徐国勇 他可能做了过度的这个政治动作 意图要把关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苏内阁 他未来 如果他真的都不做任何的调整 这个可能是外界会再去强力监督的另外一个点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再回来 中广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咯 没空找新闻 就follow中广新闻Telegram 重点新闻提过来 时事话题都能接 简单三步骤 下载注册Telegram 搜寻大写BCC News 加入BCC中广新闻官方版 轻松掌握一天大小事 让你成为话题王 还不赶快加入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何婷欢 4月6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11点07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让人生得意吃尽欢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但困境让你我的心更靠近 中广新闻网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王玉敏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整个苏内阁的他的阁源 去跟留的这当中还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存在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 内政部部长徐郭勇跟警政署署长 陈嘉青到底他们两个 是不是都会双双留任 如果双双留任 这个才是大有问题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他们之前部长已经移送了署长 而且是用伪造文书罪 那这个非同小可 然后也应该给外界一个交代 那另外一个外界关注的 就是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那陈其迈今天也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主要是这个陈其迈 大家都知道高雄市市长 他选输了之后 他其实还是志在高雄市市长 来这个行政院担任副院长 只是过水 就是暂时带在这个职务上 那他可能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要回去选高雄市的市长 那因为最近有这个罢函的议题 那所以呢 外界也在看说 陈其迈是会继续留在行政院 还是赶快辞一辞回到高雄去部署 就是未来如果有出缺的话 他可以来选这个高雄市市长 那目前看起来 他好像还是会暂时留任 要等到6月6号以后再说 那这个将来6月6号以后再说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520这一波 好像是第一波的 微服的调整而已 真正要动的 可能这个6月6号以后 是不是会再来一波 如果陈其迈位置有异动 这个是一个副院长的 这个角色 那大家外界也在看说 陈时中 陈时中这一次防疫表现很好 会不会是由他来接任 这个行政院副院长 还是我刚刚讲的 未来其实这个纾困振兴 非常的重要 那你这个整个财经首长里面 你的院长也不行 副院长也不行 怎么样来领导 这个整个未来的 整个财政方面的议题 那所以也有人在说 副院长应该是要选一个 有财经背景的 那这样子呢 才可以跟院长其实是互补 而且也可以去因应 我们现在台湾未来要面临到的 就是这个 经济方面的议题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要等 这个6月6号 这个韩国务市长 这个罢免案 有通过或是没通过 他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当然对于韩市长来讲 这次的罢免案 其实这个形势是非常的严峻 之前在民调上面 对他不见得都是很有利 那所以可能这个将来投票出来之后 能不能过关的这个落差 可能就是不会太大 所以也就是这样子 这个最近李莱西的这个风波 他自己出言不逊 那这个用这个很不恰当的话 然后来攻击或者是消费 这个已经往生的小灯泡 这个是社会各界都加以踏法 那这个我想对于韩国瑜阵营 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 被过度的炒作跟连结 而影响了将来这个 罢免的投票率再去崇高 所以这个李莱西真的是猪队友 就是他如果是真的要去帮助 韩国瑜市长的话 那他应该要很审慎的 拿捏自己发言的尺度 那这个你可以去评论 就是说一个立委的表现如何 但是不要用他过去伤痛的事件 女儿这个不幸被杀害的事件 然后来讨论这件事情 这个是台湾社会 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 那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对韩国瑜市长 未来在罢免案会不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大家也都在持续的关注 那这个国民党其实已经对这个李莱西做出了停权的处分 那未来还会召开这个考纪委员会 那不排除 其实会祭出很重的就是开除党籍 那这个是任何一个政党 他对于他的党员要有一定的这个约束力 那当他的言行严重的违反这个社会的价值 或者是已经伤害到党的声誉 那作为一个有纪律的政党 都是应该要面对 而且也要去处理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到底李莱西事件对韩国瑜的杀伤力有多强 这个后续还需要持续的去关注 那除了这个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内阁的成员的异动之外呢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府方 总统府的部分 那除了行政院之外 现在传出来 这个陈菊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已经成定局 这个是今天晚报这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那个下个礼拜呢 这个陈菊呢 他就会被放入是监察委员的名单 因为之前其实已经有提到说 陈菊他要去担任这个监察院的院长 那担任院长的人先要成为市委员 然后大家再互选 那这个消息呢 从其实不是现在才传出来 就是说之前其实就已经有 传出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那当时陈菊是予以驳斥 甚至是否认 他没有要去接这个监察院的院长 但是今天晚报呢 又传出来说 这个应该就已经是成定局了 那要接任这个秘书长的人选 总统府秘书长的人选是谁呢 就是苏家全 这个前立法院的院长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呢 总统府其实也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跟改变 那外界应该也会好奇说 这个蔡英文总统是不是不需要成局了 就是说把他安排到他们口中的养老院 就是监察院了 过去其实民进党的人士面对监察院 这个包括赖清德 他当时被纠正的时候 他也说这个就是要废监察院 民进党有非常多的人主张就是要废除考监二院 但是等到他们执政之后 每一个位置都补好补满 考试院也是 每一个考试委员都是补好补满 那现在是监察院 特别是监察院 大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你有印象的话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呢 他当时也是反对这个监察院的存在 所以呢他就不提名这个监察委员 他就是让监察院空转 就是没有提名 然后让你不运作这样子 这个是陈水扁的做法 那民进党的人士包括蔡英文 如果你觉得监察院的存在是没有必要 你一个可以去推动 真的就推动修宪 你现在其实有817万人投票给你 你这个立法院也是最多数 你是可以去启动相关的修宪的 那你可以把它真的把它废掉 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这个民进党政府呢 没有这样子做 那反而呢每一个监察委员 他好像都觉得这个位置好宝贵啊 就是一定要提好提满 他也不知道之前陈水扁的做法 就是说我就是 我就是否定你这个这一院的功能 所以呢我宁可让你空转 我就是不提名 然后就是让监察院不运作 那所以这个这是民进党很矛盾的地方 那所以当过去的民进党是不断的污名化监察院 而且觉得它是完全没有功能的 那外界有点看不懂 这是把陈菊放到他们过去口中的养老院 监察院的话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代表陈菊要从政治的权力中心当中 移到旁边去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目前在所谓五院当中 真的大家比较关注的 其实是行政立法司法 那考间的确是比较边缘化的 就是它重要性没有那么的重要 那所以陈菊的这个异动 其实也让外界有一些的猜测 那是不是蔡英文他现在权力 已经可以完全一把抓 他的执政他自己觉得他越来越能控制 不再需要菊姐在旁边给他叮咛 或者是给他什么协助了 他不需要 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得力的助手 就是说可以跟他充分配合 而且是由他来交代他做一些事情的 之前大家可能曾经看到 蔡英文跟陈菊有一个画面 蔡英文真的比较像小妹 陈菊比较像大姐 就是那个陈菊是一个很高的政治辈分 然后蔡英文好像他的小妹一样 虽然他贵为总统 那那个画面他看了就是 也会觉得的确当时的蔡英文 很需要陈菊 帮他稳定政局 或者是处理一些派系的问题 但是经过第二次的连任之后 是不是蔡英文自己觉得 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来处理了 他比较不需要一个大姐在旁边 他需要的是像苏嘉全这样子 就是使命必达 就是他可以交付他很多任务 然后让他来执行的人 那这样子合作起来 可能这个整个总统府的运作的效能 可能会更高 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考量 那这个外界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从旁的分析 就是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因为蔡英文对苏嘉全来讲 他的确是长官 那陈菊对蔡英文来讲 这个是大姐 所以这不太一样 就是他在眼中是小妹 所以蔡英文如果要完全行使 他的总统职权 那总统府 当然都是听总统的 总统上面大概 不会是总统听秘书长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秘书长当然就是配合总统 然后去执行该完成的任务 那如果就这个配合度跟默契来讲 我认为蔡英文跟苏嘉全 应该是比较默契的 他们两个是有革命情感的 一路从这个蔡英文当时 要选总统 那苏嘉全就是他的副手 他们搭搭档一起去选 那当时这个苏嘉全爆出 有这个豪宅事件之后 也重伤 然后当然那一次 蔡英文挑战总统 也没有挑战成功 但即使是如此 这个苏嘉全跟蔡英文 看起来也有合作默契 就像蔡英文跟林权有一些合作默契 那当蔡英文在声势最低迷的时候 当时这个他的整个民调声望都很低的时候 苏嘉全也这个不避讳 他是立法院院长的角色 站出来就是力挺蔡英文 而且帮他讲话 所以这个外界也在看说 苏嘉全他从立法院院长 他很早 他自己就要退出这一个职务 应该是对于下一个职务 他有一些的规划跟想法 那原本呢 外界一度也在揣测说 苏嘉全最主意的 他可能觉得当立法院院长没意思 就是这样子协商而已 但是呢 他比较有兴趣的 会不会是行政院院长的这一个位置 但是呢 这个形势比人强 虽然这个苏嘉全先退下 立法院院长的位置 但是呢 苏贞昌因为他接任之后 他在任内有一些的表现 蔡英文也没有办法 让他离开这个位置 那所以他以稳定政局为优先 那苏嘉全变成没有位置 一度还传出来说 苏嘉全 大家请他去民进党当秘书长 反正蔡英文呢 520就马上下午就要去接这个 民进党的党主席了 那苏嘉全跟他也有默契 所以去接这个党的秘书长 那可能觉得这个还不错 但是以苏嘉全来看的话 他已经当过了立法院院长 那这个政党的秘书长 对他来讲 会不会位置好像太小了一点呢 所以我相信这一波的这个 民进党的人事的布局 应该背后也有很多的角力 然后呢 这个一番的折腾之后 现在看起来比较明朗化 就是还是让苏嘉全 既然他担任过这个立法院院长 那他未来接总统府秘书长 他这个脉络是也是相通的 因为总统府秘书长 每年还有一次到立法院 去报告总统府的这个预算 那一些相关的法案 如果蔡英文要传达他的意志 怎么跟立法院的沟通 毕竟苏嘉全担任过立法院四年 那跟一些的委员也相对的熟悉 所以在沟通上面 应该也是相对 比较没有什么样的困难 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是 在几经权衡之下 然后这个苏嘉全 最后还是担任了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 那另外呢 这个总统府的国安会秘书长 到底会是谁 因为总统府 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国安会秘书长 那现在呢 还不知道 还不确认是谁 那所以未来这两天 总统府的人事的异动 还有内阁阁员最终拍板的名单 大家可能还是会猜测 这个一段时间 那除了今天除了讲这个内阁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谈的是 这个民进党他们主委的选举 今天不晓得 这个听众朋友没有注意到一点 这个是我看过这个很罕见的 就是说民进党台北市主委的选举呢 选到现在是要停止 暂停一下 喊暂停 这个是今天联合晚报 他也把它放在A5的话题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看傻眼 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而且民进党很特别 他说暂时停止选举的呢 只有台北市 只有台北市 然后呢他们其他县市呢 5月24号造选 然后只有台北市暂停选举 过去其实如果选举要喊暂停 像台湾 比如说如果总统大选或重要大选 这个是很罕见的 他必须发生非常重大的 不可控制的 这种天灾地变的事故 或是说战争 那这个是完全不可控 所以选举没有办法继续进行 那这个民进党 他们党内的主委的选举 选到要喊暂停 这个也让外界跌破眼镜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是执政党 那怎么会有一个地方主委的选举 选到两边的人互控 然后呢不断地有检举案件 到党中央 那党中央协调呢 看起来也没有效 那我就觉得除了暂停之外 那民进党有没有去思考 那这两位未来无论是谁 成为他们台北市的主委 真的没有问题吗 如果说选举的过程当中 各自可能都有一些互控 然后党中也觉得 可能是不当的 然后要去调停 然后要去协商 好像也都没有一个后续 所以这个会不会到最后演变成 双方都失去了这个参选的资格 因为现在传出来就是说 他们要依照民进党有一个纪律 评议裁决条例 进行后续的这个行程 然后因为双方彼此攻击的 这个非常的厉害 那所以后续 到底他们这一场选举 要怎么运作下去 我觉得这个外界可能也会 放大检视 这个其实是蛮难堪的一件事 等于是自己内部的互斗 斗到这个都到台面上来 而且这个连党中央都说 不要再选下去 就太难看了 就是暂时喊暂停 那所以我想这个下礼拜 就是这个520 那外界非常关注 蔡英文在520的谈话 到底会有一些什么 不一样的突破 或者是改变 而内阁的成员跟总统府 相关的国安成员 会不会有一些大的突破 我们密切观察 下礼拜见 拜拜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 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